净土的镇定句是怎么讲的 金银云 随朝 惠元法师 它有无量寿经的诸解 叫无量寿经艺术 我们在早年学过这个文字 他住的道场叫静银寺 后人对他尊敬 不称名 称帝 称他为静银大寺 这是最恭敬的称呼 所以他的诸解就成为静银寿 这是他说的 位分不退 所为正定 不管是在哪个位分 他不退 这就是正定 莫闻大臣 小臣众生 身彼过者 借诸正定 这极乐世界不一样 为什么呢 得阿弥陀佛 本愿威神的 价值 佛菩萨保佑他 保送 他不需要参加考试 他是阿弥陀佛保送的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无论什么品位 最后 一定成福 啊 正得妙求过位 啊 这是时间早晚 哪个无所谓啊 为什么他无量守护 他永远存在 他永远存在 他不生不灭 啊 啊 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 刹那生命 讲刹那 那个刹那的意思 就是今天 我们计算出来的 啊 两千两百 四十兆分之一秒 是在这个频率 设计 设计 啊 这个频率 我们听到了 毫无 概念啊 丝毫概念 没有 啊 如果我们要不对一些科学的 近代科学家 量子力学家 他们所做的报告 那我们只有 神言量了 相信这是佛说的 佛不骗人 啊 究竟怎么回事 不知道 量子力学家告诉我 物质这个现象 搞明白了 科学家 科学家 搞明白了 总结 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 这个宇宙里头 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 物质是假的 物质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来的 这跟佛话讲的完全一样啊 物质从哪里 向有心神 那佛讲 那佛讲 在大乘经理 常常说这个 这个话我们听得多了 也会说了 但是什么 有怀疑 佛讲的一点都不错 我们不能相信 啊 佛学家给我们证明 我们相信了 我们这个相信 不是自己 到一定的定功 觉悟了 不是 我们听 科学家说的 所以我们这个相信里头 还有意义在里头 这个意义什么 叫习气 有怀疑的习气 贪嗔痴痴慢 也的习气 贪嗔痴痴慢 断掉了 贪嗔痴痴慢的习气 没断掉 我们现在功夫是习气未断 贪嗔痴没从前那么重 有可以 没有 也可以 能忍受了 不再计较了 如果那个根断掉了 贪嗔痴的习气断掉了 那就挣苦了 没挣到四国 至少要挣到三国 越往上去 习气越淡 到真正习气断的 还不是阿罗汉 阿罗汉习气未断 贪嗔痴痴 正贪嗔痴苦 尽死烦恼的习气断了 他都是修什么 断成沙祸 成沙断了 贪嗔痴痴就生一气 菩萨了 在菩萨里 修什么 断成沙祸的习气 成沙祸的习气断掉了 他提神 从菩萨提神到佛了 就是舍法界里面的福 那佛在是断什么呢 断无明烦恼 无明烦恼断掉之后 舍法界没有了 他往生到一正法界 到一正法界去断什么 断无明烦恼的习气 这个不好断 没有办法断 只有怎样呢 别去理他 别去碰他 时间久了 自然没有了 多长的时间 三个二三七七 好难啊 三个三七七 是有时间性的 有量的 寿命是无量的 所以三个三七七 在他也算不了什么 像我们世界 三年吧 三十年吧 能受得了 无量受吗 习气断干净了 无始无明烦恼断干 臣佛了 就决定臣佛 随着真 读住真定局 这些我们得搞清楚 搞明白 为什么 我们下定决心 往生进度 都得真定局 如果不神进度 得不到我 从佛的这些法门修 从大臣 要修无量戒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进度这个法门 那些很多菩萨不相信 菩萨 受尽了辛苦 无量戒 才正在这位置 你怎么 一生就成就 你怎么给他讲 他都不能进 不相信 不相信 这都是真的 都不是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